南投草屯有一处到田旁 发现了一颗女头颅 法医确认是他杀 却因为容貌无法辨识 至今仍是悬案 刑事局邀请英国见识专家 卡罗林·威尔金森教授 以3D科技重塑死者深浅的容貌 这项技术在国外 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台湾则是第一次使用在刑案上 八年的悬案 这颗女头颅到底是谁 当初发现的就是在这里 川普的草屯乡下 当年一颗断头 下坏准备下田耕种的农坡 97年6月15早上8点的时候 来他的稻田作业的时候 走着这旁边的小路 走过来的时候 就刚好在这个沟曲里面 发现一颗脸部侧脸朝上的头颅 老农低头一看 居然是一颗人头盯着他 这是一颗头发掉光 鼻子凹陷的头颅 老农双腿一软 爬着逃离现场 当场他吓到昆培飞破纱 你还没等待会儿 我会再蒙住 你怎么办 老公啊 不行地雕来 只剩一颗头颅 身体其他的部位都找不到 白鉴定后 死者颈部以下 被立刃切断 确定是凶杀案 他是现场湿水很少 对 比较少湿水 然后头发 几乎整颗头颅上 已经都没有任何头发 然后经过剑刺跟解剖 是发现是死后掉落的 然后再加上前两天 又下过大雨 所以很可能是由其他的地方 飘落到被发现的那个位置 新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可南投警方成立0615专案小组 扩大搜索周边三公里的沟村 追查剩下的遗体 还用猪肉模拟气势的补鲜 找了一块重量相辅的猪肉 也是从乌溪的中上游 开始做模拟 让它顺着漂流下来 它是跟球一样这样做 所以头游也是滚最远的 不一定 你要看它的大小 陆续找到了裤子胸罩 突然一包气质的垃圾 里面有火锅料和一张发票 引起检方注意 它都没有打开过 而且没有过气 就被丢弃在现场 怎么会有人将 好好的火锅料整包丢弃 而且又丢在女投入的附近 知觉和命案有关 这一查 的确找到卖出火锅料的超市 偏偏最重要的监视器恰巧坏了 没人记得买火锅料的人是谁 命案现场又搜不到其他遗体 唯一线索就剩下这颗投入 我们初步研判是女性 所以由我们专家 划短划跟长划 各一张 断头发生之后 警方可以说说把这附近 包括所有的沟曲还有水沟 全部都搜查过了 不过一无所获 死者到底是谁 不过这时候警方接到一名男子 他说死者跟他托梦 所以案情到底是什么 宣称被托梦的 恰巧就是当时协助运送头颅的 仗义舍男子就在农历七月的某一天半夜 梦到了死者 男子宣称在梦境里 死者的先生过世后 小叔想要增加产 竟然掐死了大嫂 再切下头颅气势无息 警方讲究科学办案 对于托梦半信半疑 况且台中有这么多洞的公寓 根本无从清查 至于失踪的人口 光是三千多名讨厌的女外劳 就难以追查下落 办过加以烟头案的连玉松 想起了在国外练博士的同事林勇军 提过荷兰有一起案例 有人挖到了一颗小孩的头颅 为了确认身份 运用重塑容貌的技术 也就是以3D科技 重建死者原来的容貌 相似度极高 荷兰警方也是请求 卡洛尼教授下去做 尸骨的颅面重建 荷兰警方一公布照片 立刻接获了通报 很像这名6岁的女童 原来小女孩被母亲和同学 虐杀后分尸 挖出头颅后 一个星期就宣布破案 第一件分尸案 颅面重建之后 确认是一名12岁的女孩 对家人杀害分尸状态的行李袋中 重现死者深浅的容貌 终于逮到凶手 在英国做死者的颅面重建 这一块技术 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所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 透过林永君 联络上英国卡洛林 威尔金曾教授 拥有颜面人类学博士的学位 国际著名的颅面建立专家 协助警方也破解许多历史困难 你想过圣诞老人 为什么都是穿着红衣 送玩具给小朋友吗 原来这是1931年 知名饮料公司创造出来的形象 久而久之 红衣圣诞老人 一定申布每个人的潜意识 其实圣诞老人的起源 是指西元四世纪 小雅西亚的米拉城 东正教的领袖圣尼古拉斯 每年12月 他会悄悄送小孩礼物 小朋友视他为守护神 1953年在意大利教堂 找到圣尼古拉斯遗古 卡洛林教授用仪器测量之后 复原他的头像 也就是圣诞老人的原型 运用卢蜜重建 也还原了巴洛克时期的 德国作曲家巴赫 因为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被尊称为西方的 现代音乐之父 3D还原技术 甚至也运用到木乃伊绅士的迷团上 所以就要确定 重复的重复 所以我们往下来 好吗 你懂吗 好 曾经在台湾展览的王子穆乃伊 他是古埃及第19代法老 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 是埃及最强盛时代 1989年 埃及学者在帝王谷 清理出这块300年后的墓葬群 其中有多具不完整的骨架 不知道身份 这对古埃及人来说很严重 名字事实上就是永生的保证 你要能够永生的条件是 你的木乃伊要在 还有我们要知道你是谁 黑框 对 那是亡名框 右边那条线是指地平线 当出现的这个框 还有这条线 就表示这是一个法老的名字 说不定从骨头的关节 还有骨头的结构 可以看出他本来可能是有受伤 或是一些疾病 英国卡洛林教授 将其中15片的头颅碎片结合 颅面重建之后 比对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长子 有一块凹线 显然是招人重疾暴毙 确认死因 也解了埃及历史之谜 如今第一次协助台湾刑案 还原女头颅面貌 所以我们就把这颗头颅 去做电脑断层扫描 请卡洛林教授 做一个死者生前的颜面重建 警方有信心 这张照片最接近死者的样貌 研判死者是25到40岁的女性 牙齿整齐 DNA比对有6成的几率 是越南或柬埔寨人 有谁认识他吗 有一天这颗头颅 一定会重建天日 7年了 0615专案小组 依然坚守岗位 过滤线索 要为死者平板冤情